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白吃不厌的家常菜 这道菜不管是拿来搭配馒头或者米饭 甚至单独当成主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做法和使用的材料都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首先先准备一把粉丝放到温水中泡软 再准备一小块的五花肉 直接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然后再准备一颗大白菜 掰下一半左右的叶子就差不多了 当然了,如果家里面人多的话 整颗白菜就一起摘了吧 接着再把白菜切成长段 然后清洗干净 一小块老姜切成薄片 两颗小葱切成小段 接下来起锅 往锅中倒入足量的清水 先放入五花肉 放入一部分的姜片和几颗小葱 倒入一些料酒 先把水给烧开 水烧开以后继续煮3-5分钟 5分钟以后 把锅中的五花肉捞出 再把五花肉放到温水中 仔细地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 清洗干净的五花肉 直接放入锅中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五花肉煸香 煸出猪油 当五花肉煸出了很多猪油以后 要把锅中的一部分油给倒出来 这样的话整道菜吃起来才不会太油腻 接着再放入一部分的姜片 两颗小葱 一颗八角 一小块桂皮和几片香叶 和两颗干辣椒 继续翻炒一会儿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足量的清水 然后再准备一点红烧的糖色水 如果没有糖色水的话 就用冰糖直接炒糖色吧 往锅中倒入两勺的糖色水和两勺生抽 一小勺盐和鸡精 盖上盖子炖煮40分钟 40分钟以后 用筷子挑去里面所有的香料 再把锅中的汤水和五花肉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另起锅 往锅中倒入一些食用油 油烧热以后 先放入姜片和葱段 翻炒一会儿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再倒入白菜 先把白菜慢慢地炒至软塌 白菜炒软之后 再倒入浸泡好的粉条和油豆腐 再把五花肉和所有的汤汁倒入锅中 用锅铲稍微整理一下 最后再盖上盖子 继续焖煮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哇哦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一锅大杂烩 白菜充分地吸收了五花肉的油腻 吃起来顺滑爽口 五花肉吃起来肥而不腻 一口下去满口的肉香 油豆腐充分地吸收了汤汁的香味 一口下去汁水满满 粉条特别的入味非常好吃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和转发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